林志颖车祸第十天终于度过危险期 大哥空降粉丝群透露弟弟安全了 7月22日林志颖带着儿子Johnson参加比赛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 其所驾驶的车辆撞向路边桥墩 这场事故导致林志颖受伤严重 面部及身体多处骨折 其中右手骨折最为严重 已在7月26日和28日接受了两次手术治疗 据悉林志颖的两次手术都非常成功 骨折的手臂上端已放入了钛合金进行固定 而从骨折到愈合则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完全恢复行动能力则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林志颖在做完第二次手术后 还有一段时间的危险期 继林志颖手术后器官功能恢复的时期 在此时期 林志颖的身体体征可以一直保持稳定 临界期才能平稳度过 7月30日 林志颖的粉丝传来好消息 表示当下林志颖已经顺利度过危险期 相信这段时间 对于所有关爱她的亲友和粉丝而言 都是无比煎熬 而得知林志颖安全的好消息后 粉丝们也都发文表示太好了 终于安全了 据悉透露林志颖安全的消息 来源于林志颖的大哥林志杰 暖心的林大哥得知弟弟安全后 第一时间空降弟弟的粉丝群告知 表示弟弟志颖已经安全 感谢大家的陪伴与祈祷 此外林大哥还表示 因为院方规定相当严格 遵循一进一出的原则 所以大哥迄今为止 也没能进去看过弟弟 口吻中可以体会到 林大哥对弟弟的担忧 而7月30日 又恰好是林志颖与妻子 陈若仪的结婚纪念日 在这一天 陈若仪收到林志颖平安的消息 对她来说 恐怕也是最好的消息 不少粉丝也都在群内 祝两人结婚纪念日快乐 用这样的方式守护着 林志颖及其家人 7月30日 还是林志颖弟弟林志心的生日 44岁的林志心 在生日之际也发布长文 透露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 就是二哥能够早日康复 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平安健康 此外林志心还透露 这长达一周的时间 所有家人都齐心合力地 陪伴与守护二哥 也正是因为家人的 细心陪伴与照顾 林志颖才能够有更多的 自信心挺过眼下的难关 尤其是妻子陈若仪 在林志颖受伤入院之后 她还不眠不休地 守在老公病床前 在此过程中 为了能尽快调查出事故的原因 陈若仪还曾尝试着 与林志颖对话 不难看出 这位一度站在老公背后的女人 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与冷静 不过此前 林志颖暂时还不能拼凑 完整的事故经过 如今林志颖的病情 在逐步好转中 接下来还要进行颜面手术 在后期过程中 林志颖还会与院方配合 进行各种恢复治疗 希望林志颖能够继续 以积极心态面对伤情 希望有更多好消息陆续传出 接下来说 车祸后林志颖恢复意识 可以简单对话 不老男神面临毁容 25日下午 林志颖工作室发来最新消息 车祸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 目前意识恢复清醒状态 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 不过仍无法回忆拼凑 意外发生的原因和经过 接下来将继续进行手术治疗 粉丝们慢慢放下心来 但依然对她面临的面部毁容问题 心有遗憾和担忧 林志颖曾在24岁时 在桃园龙潭赛场上发生过车祸 右脚骨折断了三根骨头 而这次发生的车祸 比之前还要可怕 22日 她驾驶特斯拉汽车 正准备驶入正东桥时 突然车体右偏 撞上一旁的隔离带 将交通标杆撞断 车辆起火燃烧 路人冒着危险 将她和儿子从车里拉了出来 不到5秒钟 火射便蔓延到驾驶舱 情况十分危险 19人紧急将他们 送往林口长庚医院救治 在两轮手术过后 林志颖无生命危险 只是仍在昏迷 直到25日才恢复一事 这次车祸原因 至今未调查出来 首先林志颖并非酒驾 车速不快 也并不存在超速车祸一说 有目击者称 是因为林志颖没有系安全带 且她6岁的儿子 违规坐在副驾驶车位 林志颖是职业赛车手 案里应该不会出现 不系安全带这种低级错误 不过她乘坐的特斯拉汽车品牌 就经常因为刹车失灵 而导致多起事故 不知此次是不是因为 汽车硬件方面出了问题 林志颖头部受伤 被拖出驾驶室时 已经满脸是血 面部和肩膀骨折 肿胀无比 儿子还好 只是面部擦伤 医生判定林志颖脸骨碎裂 很多人担心 她会不会面临毁容 毕竟是几代颜值顶流 林志颖五官精致 双眼亮晶晶也非常有灵气 属于小鲜肉一挂的美少男 但又很有男人味 她于1992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以歌手身份出道 其中主打歌17岁的雨季 火遍大江南北 她更是获得了 亚洲小旋风的称号 之后她继续推出唱片 并开始出演影视剧作品 她在绝代双胶中 饰演小鱼儿一角 娃娃脸显得灵动又可爱 玩猎中又有皎洁之意 很多人抢遥控器 就只是为了看她一笑 在《天龙八部》中 她饰演男主段玉 温润如玉 彬彬有礼 一身白衣仙气十足 妥妥地下凡美男 随意一战都令人心动不已 好像从书中走来 她行走江湖之中 行侠仗义 难怪神仙姐姐也为她倾倒 除了古装 林志颖现代剧也驾驭得十分娴熟 在偶像剧放羊的星星中 她饰演富家贵公子仲天琪玩转赛车 实际生活中她参加职业赛车训练 成为了台湾第一位授心职业赛车手 还拥有了自己的车队 平坐车队 仲天琪这一角色桀骜不驯 又对女主爱到情深 林志颖也因此成为了万千九零后 零零后的梦中情人 1974年出生的她在四十多岁时 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 逆天颜值更是一点没有变化 在气质上相比过去的青春年少 更加富有成熟的味道 完全逆生长 大家也因此称她为不老男神 但谁知抵得过岁月 难以抵得住生活中的意外 车祸导致颜面骨折 在其他器官没有受伤 逐渐恢复健康后 林志颖很有可能需要进行脸骨重建手术 据专业人士称 脸骨重建需要花些时间 一次手术时长十个小时 有可能做不止一次 即便手术成功脸上也会留疤 只能进行后续再整形 不过常跟医院院长透露 手术将由她亲自操刀 评估后期是否混用3D列印技术 毕竟是权威人士 我们应该对结果充满信心 在林志颖之前 演员胡歌也曾因车祸 而遭受严重的面部损伤 眼角全是伤口 在长期治疗下 她恢复得不错 继续拍摄影视剧 再次爆红 SHE组合成员 任家轩和演员于浩明 也曾因为拍戏烧伤而毁容 但他们都通过医疗技术 恢复大致面容 慢慢走出了另一场事故的阴影 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想必林志颖的面部修复 也会进行顺利 在此次声明中 林志颖对于大众的关心 非常感激 但同时表示 不想浪费过多社会资源 这是最后一次 公开透露自己的情况 无论言之还能不能恢复 她给我们留下的影视记录 永远不会消散 总之生命健康第一位 希望她手术成功 早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